早安TVBS 陳建快訊 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的是 財經焦點 也就是美股納資打克指數 還有台積電ADR 都雙雙下跌了 根據UDN的新聞報導 其實隨著投資人撤出科技股 所以包含納資打克指數 是重挫512.41點 創下今年最糟的單日表現 至於台積電的ADR 同樣也是下跌將近8% 而這個關鍵就是因為 現在的市場焦點已經轉向 對利率更敏感的股票 所以包含了史坦普500指數 還有納茲達克指數 都是雙雙回弱 不過以豆瓊工業指數來看 其實在聯合健康保健公司 強勁表現的帶動下 是呈現上漲 但也有報導點出 如果這些企業 繼續向中國提供美國技術 拜登政府會考慮實施 更嚴格的貿易限制 到時候其實有可能會影響到 這半導體股的整體表現 好 繼續要帶您看到 這美國有可能會對中國 實施一些相關的 貿易措施之外 現在連中國聯網的 汽車軟體也有限制了 根據ET2day的報導 其實美國商務部計劃 就在下個月公布有關 聯網車的擬應規定 而裡面就會限制 中國或者是其他被視為 是敵對國家生產的部分軟體 而美國商務部的次長 也就是艾斯特維茲就說了 主要就是因為 針對這些關鍵的驅動零件 還有車輛數據的控管軟體 這些東西必須要在盟邦裡面 來生產 而這項政策其實也是拜登政府 近期調高中國制電動車關稅 到102.5%之後 對中國聯網汽車採取的 最新限制措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的是 俄武戰爭其實到現在 一直沒有辦法看到終點 甚至有可能烏克蘭 會面臨到最艱難的時刻 根據T2day的報導 其實軍事分析家 也就是考福曼認為 這未來的2到3個月 或許就是基辅今年最艱難的時刻 因為以烏克蘭來說 現在面臨的是 俄軍重重的壓力 還有著美國軍援的延宕困境 剛年初現在烏克蘭 面對的是這個數量更龐大 而且裝備更精良的俄軍 同時還有電力系統被攻擊 跟軍火儲備不足等問題 所以分析就說了 除非這個基辅能夠出奇制勝 否則莫斯科可能會贏得 這場漫長的消耗戰 這時候要帶您看到的是 國內焦點 也就是國民黨的智庫 現在是要再度裁員 其實在今年的5月初 就為了應對這資金不足 智庫已經減少了 大約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員 只是現在 又要再度的緊縮人力了 根據一體圖內的報導 其實國民黨智庫 從8月開始 就會把各領域的研究員 縮編到只剩下一人 甚至未來有可能會採取 所謂的外包模式 跟一些有藍的選者 來合作研究重要的社會議題 而國民黨發言人就說 這其實是為了應對這政治新局 還有推動組織創新的轉型 所以從5月開始 就啟動了所謂的改革再造 主要還是希望整體的運作 還可以更有效率 而這個改革案 其實已經經過智庫董事會的通過 而且全程會依照勞基法來協商 分階段來完成 最後要帶您看到的是娛樂焦點 昨天應該滿多粉絲都看到 周杰倫 還有昆林 竟然跟阿湯科同框 讓很多人都非常驚喜 根據中時報導 其實周杰倫跟昆林 最近是在歐洲旅遊的時候 他們兩個也去看了 溫布頓的網車公開賽 而就在比賽上面 遇到了湯姆克魯斯 而且馬上就跟他合照 周杰倫也在IG跟社群網站 在媒體體上面分享合照 甚至這背景音樂 就用不可能的任務主題曲 這貼文跟照片 相傳才短短兩個小時 馬上就吸引6.2萬人 來關注還點讚 至於昆林也在現實動態中 秀出跟奇異博士班納迪克的合照 讓網友也非常羨慕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舒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